Hello 今天要講一下時事 海國仔聊聊天 因為今早有同事駕駛車去駕駛 然後駕駛車 非常駕駛 因為今天駕駛車價 差不多$21 又上武樂 你錯了 其實也不是今天才用車的 每一次去旅遊行都很用車 入不入呢 不入是走不了 但入了之後我自己走不了 乾爛化何敲 如果駕駛車可以入空氣 等一下 這個話題其實剛剛到這裡要指著 有些人差不多不用入油 有錢 你同事 你同事 澳洲車 你同事 你同事 入不入油 你看到這個油膜很誇張 應該是一年前的$18 左右 一年後差不多$20 一年差不多升到$2 也很誇張 每日一次後 就幾個% 拖一次血都要吸入油光 但這個話題應該不是你所說的 不關切 沒當 沒當 有牌 我們有一個主持 訂了一輛新車 全新 電車 歐洲品牌 也挺有型的 也挺有型的 你知道為什麼他剛剛要說這麼多藉口嗎 就是用這個藉口告訴老婆 我要換車 你以為他真的很怕油膜嗎 我們那些銀包 是三文字來的 不過有這麼說 現在用油的車 以及用電的車的需求 比率開始變了 以前真的存油 但現在註冊電車的比例 上年可能是幾百宗 到現在一年是幾千宗 或過萬宗 我想問一下 其實最想問這一點 如果我們平時駕駛不夠油 走去油站就入油 但駕駛車 要充電 要給他吃東西 也有些難度 所以其實現在的電位 其實暫時還未普及化 在香港來說 因為現在有一個叫做T字頭的品牌 也比較出名 在商場的位置加裝這些電位 你老闆熱愛 很喜歡駕駛車去吃飯 然後充電 兩個老闆都一樣 T字頭叫做比較普及 去充電的服務 但有些不是T字頭的品牌 其實也挺麻煩 因為只靠中電的位置 其實不是太多 而且沒有一個叫做 比較少 叫做Super Charge 即時間會縮短很多 去充電車 比較少 所以需求一個電車充電位 是很緊張 在香港 因為這個問題 泰州就有個好介紹給你 是呀 船灣上班 對呀 作為船灣上班 你駕駛電車 沒有充電怎麼辦呢 對呀 為甚麼 在附近身後面有幾棟大廈 I字頭的IEC IEC 哇 那個車場真漂亮 不得了 有充電 哇 很棒 還要看完全部都有位置 全部個位置都有充電 非常貼心 不過這樣 想買車位之前 先買單位 先 哈哈 哈哈 這樣就確保你一定是車位 但這樣說 電車都未來開始變主流 我們叫做在香港 這些地方 OK 但在一些石油的輸出國 又好像未那麼好球 那又有便宜 對呀 沒錯 你去馬來西亞有沒有人駕駛電車 不要玩 哈哈 不要浪費時間 今天 今早我特意看 馬來西亞 今天的油價是說兩扣 即四元 都是買半可樂的那句 他很努力追近可樂 哈哈 你不要說他 他很努力追近 他很努力追近的 他很努力追近的 香港一支可樂最便宜 我想大約六個半左右 他很努力 哈哈 大哥 五倍價錢 四五中二十 五倍多 現在在香港21元 所以 如果讓我去馬來西亞 我都未必會駕駛電車 我都是入油算 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那個價錢就可以買些時間 是 所以其實 香港就沒辦法 現在油價不斷升 大趨勢又變電 因為政府都在說 全面 未來都會駕駛電 還有我們在說兩個字 環保 對 環保 還有駕駛電車也有好處 是甚麼呢 就是排費便宜一點 驗車應該不用連連驗車 那些 波箱油 機油 不需要搞 你一向都支持環保 當然 當然 沒錯 沒錯 你不知道你這麼快想追到火 是嗎 環保 好了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有沒有甚麼問題 想和我們聊天 我們好像都要玩 好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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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